盡可能周周推薦我感興趣的女優作品 第一部,竹內有記是一位身材結實的獸型人 這天他從監獄裡逃了出來,且侵入民宅 最開始機場入了他本來景享祕食 可是,這一切就在他撞見了毒瘤家中的結成結賢以後 反而產生了大膽想法 第二部,昌本景是一位賢俗人妻 他與先生以及公公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屋簷底下 又這次故事的開端出於他意外翻找到 由公公所埋藏的潘朵拉磨盒 並且居然還不小心把他給打開了 第三部,通也違反是一位按摩師 而他的工作就是在美容院裡替客戶進行美容媒體 本來這一切都還算得上順利 偏偏那天惡鄰居跑來走查 但也就因為這樣,於是他們結下了一段孽緣 第四部,他是一個合集,內容還蠻有意思的 邀請多對情侶單獨參加愛情考驗 又在這過程裡總有種種誘惑 但一旦能夠挑戰成功 那相信未來也沒有什麼可以再難倒他們 第五部,柴奇村,又有見柴奇村 已經成為這間公司二年級生的他 是時候該開發新的業務了 第六部,水湊風常年獨居在家 他沒有什麼朋友,不太擅長與其他人打交道 並且三餐都點外送解決 這邊這天一群人早上門來 每位都還說是他朋友 一時之間他也摸不著頭緒 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該如何應對這種局勢 以上,謝謝收看,本週推薦